在台中市有一家超人气的炸葱油饼 这超丰盛的配料 让顾客排队也甘愿 你看到这个炸到香酥的葱油饼皮 加上一颗半熟的蛋 然后再包入香肠酸菜跟肉松等等 满满的好料 这感觉呢 是不是好像在吃便当一样呢 老板说没错 这样的创意吃法 灵感就是来自于便当 炸葱油饼虽然好吃 但是呢这个油炸过程当中 经常呢 老板被这个热油烫伤不说 手工制饼更是耗时费工 老板娘就说了 光是揉面就瘦了十公斤 而当初夫妇俩买葱油饼 也是因为爱吃 全台湾的葱油饼几乎都吃遍了 就这样子吃着吃着 居然吃出了心得 还能够无师自通 练就出了这一番制饼功夫 并且开店创业 也创造不一样的人生 葱油饼炸到金黄酥脆 打一颗蛋煎到半熟 起锅之后摆上肉松 九层塔 酸菜 香肠 超大份量 多层次口感 让路边这小小摊车 天天都有排队人潮 就很多味道 就很多不一样的味道 可以吃到很多料 一次满足 从有饼包这么多料 顾客大呼过瘾 老板江君平说 其实刚开始只卖饼 生意好几年都没起色 后来是吃不完的便当 给了他灵感 以前把吃剩的便当的剩菜 刚好香肠 我们就给他夹进去 饼里面吃 吃一吃口感还不错 最后开始研发 有香肠酸菜 九层塔跟肉熟 转身戴上口罩 江君平专心在油锅前工作 神情专注 不敢多说话 顾客可能会提出的问题 像是从哪里排队 饼加不加蛋 他也一律用告示排公告 因为200多度的油温 可不是开玩笑的 前些日子他一分心 油喷到眼睛 半夜痛到送急诊 晚上都会上急诊的 不然都脏不开 眼睛会脏不开很痛 因为有危险性 所以要很关注 滚烫油锅旁 快手擀皮的是太太谢欣怡 汉车空间有限 饼皮却得现点现做 才能保持最佳Q度 但是热油不长眼睛 油花四起 夫妻俩的双手 都是烫伤的印记 胖到还不是最难受的 忍着高温 口罩戴一整天 常常冒了一脸痘痘 都长痘痘 口罩戴一整个地方 口罩戴一整个都长痘痘 对啊 全部都长痘痘 他一定还要戴吗 一定要戴啊 比较会生啊 虽有许多外人 看不到的辛苦 在其两却很珍惜 现在的成绩 六年级的江军萍 年少轻狂 心性不定 工作患不停 也很少回家 直到十年前 他收起完心 开始买葱油饼 生活才安稳下来 七头没料理 而且做过很多行业 做过汽车板筋 冰葬叶 还有冰糖汤 沙石叶 那回到做 做到葱油饼才能下来 你说你以前朋友 看到你在做葱油饼 很重要 很多啦 都没有看好 都不看好 我们就做 尽量做葱油饼的汗 自己坚持 他们觉得你应该很快就倒了 对啊 对啊 老板娘 老板娘谢新鱼 熟练的揉面团 捏面团 饼皮要好吃 除了自己养老面 手工绝不能省 而这一套制饼技术 全部无师自通 只靠一张嘴 喜欢吃一些小吃啊 去外面看 就这样无师自通啊 无师可以吃好吗 对 好厉害 就喜欢吃跟老公很喜欢吃啊 休息就出去外面走走 对啊 就看他怎么做 对啊 就自己研发出来的 也丢掉很多面团啊 对啊 就慢慢这样研发 在旁边帮忙的婆婆 已经满头大汗 冬天还算好呢 谢新鱼说 夏天一到 电扇冷气都不能开 才真的难受 这个面团也不能吹到风 所以你不能吹到风 有啊 有冷气啊 老板叫我们开冷气下去吹啊 我们就舍不得 不是啊 因为那个面皮 你如果吹到风 就会 上面一层就会干掉 一边动手 一边做蒸气浴 人也瘦了一大圈 都有鸡肉啦 都练到有鸡肉 这个鸡肉是 是做的超多比练出来的 对啊 小老鼠 小老鼠啊 以前60 62、3公斤 瘦了差不多10公斤左右 可以做超多比 对啊 因为都要锁小腹啊 你擀面皮 对啊 你擀面皮就是用这个小腹的力气在擀 真的 对啊 所以会瘦 而葱油饼皮要有嚼劲 谢鲜鱼还透露试验好久才成功的秘方 那为什么要加冷水啊 然后加水啊 因为要烫面啊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Q啊 所以很多人都加冷水啊 对 大部分啦 每天早上分工备料 下午准时营业 都还没开张 就已经有鸡肠碌碌的客人等着大饱口福 尽管葱油饼到处都在卖 用创意做出自己的特色 用执着维持美味的本质 平凡的庶民小吃也能吃出不平凡